苍玄天问剑宗的弟子 在天官境就斩杀过太初境的人 在圣祭之地中 实力仅次于周元和武皇 太初境可以和圣子对抗 古元天中 可以以天阳境初期斩杀 天阳境后期的人 实力在苍玄天吴小强中 督署最强 周元曾经评价过 就算在混元天九玉 都是各势力疯狂抢夺的顶尖天骄 后来圣族入侵苍玄天 对战圣族女圣者时 自爆法玉 至之死地而后生 入一连圣者境 在圣神被抹杀数十年后 踏入准神境 尊号剑神 如果将六尊自身为 强弱实力排名的话 第一名则是祖帖之神 因为他的真身是 先天圣兽祖韬 是大年第三神夭夭的守护圣兽 那时候的实力 便已经是准神境 如今过了数万年的时间 恐怕又达到了 更强大的层次境界 这次天阳玉着急 如此大的阵仗 有两个原因 一是想见一见 硝烟灵动木城三人 特别是对硝烟 这次能够化解 星天中的危机 他们表以感谢 甚至对他们三人发出邀请 让其加入归虚神殿之中 不过硝烟三人则是拒绝 因为想要加入归虚神殿之中 就必须有着足够的实力 可是硝烟三人 目前还只是最强主宰中期而起 所以就算加入其中 也仅仅是中等之下 硝烟三人可不想说 让别人说自己走后门 加入归虚神殿的 要知道归虚神殿 乃是天元界的最强势力 它不属于任何一天 完全是独立的存在 同时也是天元界最后一道防线 其实在天元界之中 有着很多强者都想加入归虚神殿 因为一旦加入归虚神殿 将会获得其中最好的资源 不管是对自身还是势力 都是有着巨大的提升 但想要加入归虚神殿 必须有着足够的实力才行 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 就算加入其中 也不会让其他人幸福 那么第二件事情 则是关于上次剑神和青神 在星天附近意外发现 有着邪魔之气 在第一时间 也让九天各大势力加强戒备 但是经过一个月的 探查依旧没有发现邪魔之气 而这一次 星天之中所诞生的那邪恶之灵 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 也让剑神和青神 发现了一丝端倪之处 这一次召集大家会 距此处 有一事情 要与大家一起商议 秦李纯君和楚清说明一下 苍渊大尊 对着后者二人说道 硝烟林木成三人闻言 有些微微惊异 如果是天元界内部的事情 为什么要召集他们三人也过来呢 难道他们接下来所说的这事情 也与他们三人息息相关吗 玄疾 青神楚清对着众人缓缓出声 其声音都写严肃起来 想必大家都知道 一个月前 我与剑神在星天附近发现邪魔之气 到了这一次星天诞生后 里面出现了邪灵之物的气息 竟然与我们之前感应到的 邪魔之气极其的相似 所以我断定 我们天元界之中 在此前就已经潜入了邪魔之物 此话一出 令得在场的所有众人脸色突然一变 因为自圣神之战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什么邪魔之物 天元界一直处于和平的时期 然而过了数万年之后 天元界之中又诞生了先天神灵 不 应该叫先天邪灵才对 按照清神的诉说 之前我们派出各大天狱的 强者都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难道是因为这个邪魔之物 在此前就进入到了未诞生的星天之中 此时天元狱的一位长老开口道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这个邪魔之物 究竟是何等的可怕 要知道 在星天未诞生的时候 就算是第三序列的力量 都无法彻底破开星天的那道世界壁魔 别说是其他什么圣者镜的超级强者了 我想 应该是如此 此时清神微微点头说道 但是 按照清神的说法 这个邪魔之物 能够进入未诞生的星天中 那么其本身的力量 必定已经达到非常恐怖的境界 藏测了这时候 又一会天元狱的圣者长老 眉头皱起 不敢置信地说道 其实 这个问题 我们也想了很久 能够轻松进入未诞生的星天中 只有一种可能 我们人类或许进不去 但是有一种东西 则是可以进取 清神说到这 语气停顿了一下 目光扫着这大殿中的所有人 就连硝炎灵动木尘此刻 脸上都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很显然 他们并不知晓 清神口中所说的那句话意思 但是本就是天元界的众人 则是已经猜测到了一丝答案 藏渊大尊 专注大尊 以及下方的众长老 在脑海中 皆是出现了同样的一个答案 那就是 先天神灵 只有先天神灵 才能这种奇特的能力 进入还在成长未诞生的世界中 那是因为世界的诞生 有一部分 则是与一些先天神灵 都是密不可分的 先天神灵 硝炎灵动木尘三人心中暗道一声 此前硝炎也对那黑色巨龙的气息 感到非常的熟悉 只是还不确定是不是他 如今既然天元界 遇到了一些棘手的事情 那么硝炎 也把所知道的信息导了出来 各位前辈 小辈打扰一下 你们所说的那邪魔之气 是不是和新天中诞生的邪灵之物气息 有着什么关联 硝炎的声音有些平淡 但是语气 则是铿锵有力 听到硝炎那异样的神色 似乎知晓其中的信息 众人的目光 顿时皆是投向硝炎的身上 包括赵木神 剑神 青神 他们都是用极为异样的目光 看着硝炎 片刻之后 苍渊大尊和专竹大尊酝酿了一下 后者开口道 硝炎 难道你对于这事情有什么看法 其实 我知晓一些东西 当时还不能够确定 是不是自己所想 既然今日大家都在上映 而且还很有可能影响到 整个天元界的大事 我就说一下我心中的答案 硝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平淡的声音再度传了出来 我此前在星天遇到那黑色巨龙的时候 在其身上的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有着与当年 入侵我们大千世界域外邪族的影响 准确地说 这道邪魔之气 正是当时我与灵兄 牧尘一起联手击败的天邪神身上 其气息非常的相似 虽然不能说一模一样 但是 那股邪魔之气 必定是不会错的 众人听到硝炎说完 每个人的脸上 更是变得无比的震惊 就算是两位大尊 以及那三尊之神 他不就是圣神的后手 圣神之子吗 赵木神都有些不敢相信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么这个事情 有些异常的蹊跷了 难道说 圣神之子重回天原界了 开始计划复仇不成 当时圣神所遗留下来的神乱 可是拥有着圣神所有的神之力量 如果一旦这位圣神之子 彻底地觉醒神之力量 那么将会比以往的 圣神更加的强大 真的是圣神之子回来了吗 天原狱的众长老 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当年天原界最强的圣神 已经带给了他们可怕的噩梦 如今这位圣神之子 卷土重来天原界 恐怕必定会去完成 圣神未完成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恐怕天原界将不会那么平静了 不是说圣神之子 被你们三位击杀了吗 怎么还活着 大殿中其中几位长老 有些好奇 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虽然他们的资历 在天原界也是很高 步伐也有忘记的事情 这个事情很简单 因为圣神之子 的确被他们三人所击败 但这只是击败 因为他们三人 所对面战斗的 不是普通强者 而是先天神灵 这些先天神灵 有着奇特的力量 那就是不会被彻底的抹杀 就算是原尊出手 也得需要花费十年的时间 才能将其抹杀 纳入神列之后 剑神对于大咒中的事情 也渐渐地有所了解 这些先天神灵 不是人类一般 他们一诞生 就是神灵 拥有序列神之力的神圣存在 能够真正击杀这些先天神灵 唯有祖龙的力量 也就是第一序列的神之力 所以原尊之所以 能够抹杀圣神意志 就是有着第一序列神之力 而硝烟灵动木城三人 联手对抗圣神之子 只能是击败了 这些先天神灵的肉身而已 经过几十年的时间 这些神灵 就会自动回到 他们所诞生的世界中 而圣神之子回来的 自己故乡的世界 正是剑神和青神 感应到邪魔之气的那时候 只是那时候 他们二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那会是圣神之子 所以这一次新天中的事件 正是让他们得出了这个结论 听完剑神的解释 众长老们 也是一脸恍然大悟 不过玄机 他们个个的脸上 都浮现一抹凝重之色 看来新天中的那邪灵之物 正是圣神之子无遗了 难怪会如此疯狂地想要 占取新天之地 专竹大尊也开口道 如今专竹的实力 都已经达到准神境 可是在面对当时的 那道黑气的时候 竟都被硬生生地击退 现在想来 也正常不过了 而且 新天中的神灵风 被毁灭大半 原本感应到的神源之气 竟然凭空 消失不见 本想着这一次 借助神源之气 纳入神猎成为一位神气 但是最后却发现 神灵风的神源之气 早已不见 恐怕也是 那位圣神之子所谓 作为先天 神灵在某些时候 可以融于世界的一部分 甚至可以吸收 世界中的其他能量本源 当年圣神 就是想要获得祖龙的力量 开始计划侵略 那五天各大事势力 差一点 整个五天 都毁在圣神的手里 因为那道黑气 可是拥有第二序列之力的 圣神之子 就连四大古神联手 克制这些先天神灵 恐怕这一次 可算是天元界中 出现最为棘手的事情 这次多亏硝烟小友出手帮助 苍蝇的目光 又是极为欣赏的 看着硝烟方向 他可是当年圆尊的师父 不管从哪方面来评价 都是极其的完美 不然也不会培养出 圆尊这样的人物 硝烟微微笑道 这一次能够靠着 我体内的神火化显为夷 对方来的 也只是一道邪灵之气 所化之物 如果是本尊的话 恐怕 我也无法将其击败了 以内的神火很强大 但是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莲花 碰上那邪灵之气本尊的话 恐怕也不会 有着那么摧枯拉朽般的姿态 虽然这一次度过了一个危机 但是这种危机 并没有真正的解除 或许在之后 天元界的那位圣族之子 将会对九天进行入侵 到时候 才是真正的蔑视劫难 此次会议之后 我将会通知九天各大势力 加强戒备苍渊 也知晓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必须提前就要做好准备 因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会有一位圣族之子卷土重来 将会对我们天元界造成蔑视栽解 当年圣神的实力 也无法跨越第一序列 我想 这位圣神之子 也不会那么容易跨入第一序列 我们也不用担心 虽然我们天元界原尊不在 但是至少 我们有了数位第三神 而且祖帖之神的实力 恐怕已经迈入第二序列神 所以就算到时候 真的那位圣族之子 对我们九天发起进攻 也别想那么轻易地 将我们这些第三神必败专竹 身为混元天之中的最强一御御主 他所说的话 有着十足的震慑 见到专竹大尊这样说 原本带着一丝巨异恐慌之色 渐渐地消失 缺而代之的便是战役 只要众人齐心 不管对方的实力就多么强大 都不会那么而轻易地被打倒 你们三位 要不要留在天元狱 这边有着天元界最好的资源 可以攻击你们 修炼专竹大尊的目光 再度看向硝烟灵动木城三人 对于这三位的天赋 就算是苍渊也极为地看好 能够击败圣神之子 就已经证明了 他们的不凡之处 虽然他们的实力 如今还只是最强主宰层次 距离成神的道路 还非常的遥远 但是他们非常相信 日后的神猎当中 有着他们三人的一席之地 既然天元狱的狱主 邀请他们三位留在这里 硝烟三人也没有拒绝 能够有着让自己变强的资源 就算是硝烟灵动等人 也不会放弃 而且他们也知晓 专竹大尊 将他们留在天元狱的意思 以他们三人的天赋 假以时日 必定有着更强的实力提升 而且 三人主修的乃是大咒之中的神物 其中特别是硝烟的神火 这神火 本就是大咒之力 所孕育的至强神火 拥有着焚尽万物之能 就算是神灵 也会有所忌惮 要是日后真的那位圣神之子 卷土重来的话 他们三位 也可以算是顶尖战力的一部分 那我们就多谢专竹大尊地 照顾了硝烟灵动牧尘三人拱手 感谢道 他们自来到天元界之后 这方大界的顶尖强者 都对他们非常的照顾 而且很热情 看来元尊的世界的性质 与大千世界一样 作为强者 往往是守护自己的世界 而不是欺负弱小 所以这一点 硝烟灵动牧尘三人 对天元界都产生了一丝好感 既然人家都那么有诚意 把他们当作天元界的一分子 作为感谢 如果天元界真的遇到什么危机 他们三人自然会挺身而出 见到硝烟三人没有拒绝 专竹大尊的脸上浮起一抹笑容来 然后对着下方众人说道 今日的会议就此结束 大家做好自己 接下来的事情 不要落单了 是 大殿下方的众长老们 一口同声 随后树到身影 皆是消失在原地 很快 圣神之子卷土重来的消息 在一天的时间里 传遍天元界的每一处角落 掀起了一场风波 很多人对此恐惧 也有着愤怒 甚至一些人 对于圣神之子 出现在天元界的消息 更是吓晕了过去 这一切的一切 带给他们的都是噩梦一样 当年那一场蔑视之战 都是历历在目 所以一听到圣神之子的消息 顿时让整个天元界的紧张气氛 达到了一个灵界点 你们听说了吗 数万年前的那位圣神 所留下来的圣神之子 卷土重来了 真的是圣神之子吗 千真万确 如今我们的原尊不在 该如何对抗 如此强者的神灵啊 你们也不要惧怕 我们天元界 如今也诞生了数位第三神 而且吞噬之神的实力 更是比其他几尊之神 更加的强大 必定他可是祖帖大人啊 当年圣神的实力 也就第二神序列 就算是圣神之子 也不可能踏入 第一序列神之位 在非常多的哗然之声中 有的人或许会惧怕 那时候的圣神 但是有的人 则是一点都不惧怕 甚至更加让 一些强者为目标 进行了更强的自身修炼 我记得上一次星天之中 就有着一位 拥有神火的黑袍青年 施展出白色火海 直接吞噬了黑色大洪流 而且这位黑袍青年 如今在天元玉之中修炼 前几个月 他的实力 也仅仅只是大主宰巅峰 后面后 已经突破至最强主宰中期 如此可怕的修炼天赋 就算是我们天元界的天子骄子 也做不到 你所说的那位黑袍青年 不会是叫萧炎吧 此时一位体型壮硕 皮肤有黑的中年男子出生到 对于萧炎的事迹 他到时候有过了解 是的 就是那位连四大古神 都没办法对付的洪流之力 是那位萧炎 在最后的关键 解决了危机 他的名字 也被不少人记住 似乎是来自下等级的千元大界 此话一出 更是有着不少人震惊万分 一些人 用不敢置信的语气说道 什么 还是来自下等级的大界之人 在那么匮乏资源的世界中 都能在天元界脱颖而出 那么此人恐怕已经达到 极为恐怖的地步了 萧炎 不少强者心中 暗自默念这两个字 似乎这两字 已经成为了 他们所修炼的目标了 原本一直持续了 数万年的天元界 在今朝 再度活跃起来 其中步伐 还有一些影视强者 也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这一切的变化 都是为了 准备对抗日后的圣神之子 不知不觉之间 萧炎灵动牧尘三人 在天元玉 已经待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一月的时间里 他们三人 的确获得诸多的资源 让他们的修为实力 更加地稳固起来 此时在天元玉的一处山峰上 这里的元气 极其的浓郁和粘稠 是最强主宰强者的修炼 最佳之地 越到后面的境界 修为想要提高 就需要更多更高密度的粘稠元气 来冲击自身的实力 很显然 萧炎三人在此处修炼了一月左右 他们的气息 比起之前来说 更加地精湛了不少 三人疲惫的身躯 躺在草地上 脸皮上涌上满足之感 刚刚他们三人 似乎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比试 结果 三人之间 没有谁胜谁负 只是他们一心想着变强 才能保护自己身边的重要之人 和自己的世界 他们三人平躺着目光 则是投往天际之上 似乎他们在看向自己的千元界方位 虽然看不到 但是心中的那份思念 渐渐地涌了上来 出来 千元界已经有着数年的时间 不知道千元界如今怎么样了 自己的妻子孩子 如今是否过得开心 一想起这些 眼眸中 就有着一股热泪缓缓浮现 这是作为一位父亲 对于自己妻子和孩子的思念 就算他们很强大 但是也无法脱离 七情六欲所带来感觉 他们也很想回去 看一看自己的妻子孩子们 可是既然当初选择离开千元界 历练变得更强 那就是暂时抛下这段思绪 心中那一份坚持的成神之路 顿时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 在日后圣神之子 如果真的对九天出手入侵 他们三位也必定会加入其中 一起携手天元界众强者 抵御圣族之子 想到这里 牧尘顿时起身 竟然距离诸天气运之争开启 还需要半年多的时间 那么自己就要去 寻找能够尽快提升自己修为的资源 而原始法身便是牧尘主修之法 只要找到其他原始法身 那么牧尘的实力 必定会有着更高的突破 灵动兄 之前不朽之主说过 想要找到其他五座原始法身的位置 需要时间辅足的力量 方可知晓牧尘说着 竟有一丝兴奋起来 因为在此前古猿池中的古老元气 淬炼了原始法身后 法身的力量 确实有着明显的提升 但是依旧无法真正的激活 原始法身的力量 如今刚好还有多余的时间 牧尘就想着 在进入诸天气运之争前 能够获得原始法身的线索 闻言 灵动和硝烟也从草地里站了起来 灵动召唤出黑色的辅祖 你是说利用时间祖父的力量 穿越时间轴 回到过去 看看在十座原始法身摧毁后的景象吗 牧尘点点头似的 如今 你已经彻底掌握时间祖父的力量 应该能够利用时间祖父之力 带我们回到那个时期 而且我也想看看 在那个时候 究竟是和方神圣 击碎了十座原始法身 这一番话 从牧尘嘴中说出后 萧炎和灵动二人的身躯 也微微一紧 他们可是见识过牧尘那五座原始法身的 可怕力量 在比试的时候 就算施展出地炎和八祖流离体 也只能达到彼此的制衡 至于想要占取优势 则是非常渺茫 而且 这还不是彻底激活原始法身 真正的力量下对战 如果真的这一次 利用时间祖父之力 穿越时间轴 回到过去的世界中 他们又会看到什么样的奇异画面呢 在那个时候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谁也不知道 就算是天元界 那些资历最老的存在 恐怕也不知晓 那个时期的事情 祖父作为大咒神物之一的存在 自然是与大咒有着一些联系 那些非常之久远时期的事迹 恐怕在 如今的世界中 知晓的人 也是少之又少 那个时期 可是比神纪元时期 更加的久远 也不知道被称为什么纪元的时期 不过能够借助时间辅祖的力量 穿越到那个时间轴线的话 必定又能够知晓 一些答案 好 现在 我便带你们去看看 十座原始法身 被摧毁前的那个时期的世界 灵动说完最后一字 周深的世界 之力开始疯狂地涌动 直接催动了 悬浮在身前的时间祖福